字幕作者 李宗盛 你可以稍微让它干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画这个风足 而且画这个风很强 所以我们竹子的出姿是左右左右 结果左边出来的 我说风现在是由左向右 那你这个枝条从左边出来的话 风来了 它出姿的最末端有叶子 叶子面积大 挡风 对不对 所以被一吹 叶子就往这边了 所以你要画那种现象 才会有风的感觉 你要过来的话 你可能会穿过竹竿 竹竿还没有干 你刚刚画的竹竿还没有干 这一画就晕了 这种情形是会有的 所以你竹竿先画 或者你可以拿两张 画两张 竹竿画两张 然后等干了 第一张画画看 不好再画第二张 反正都干了嘛 好画 这样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画它的出姿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从右边出姿开始 右边出姿 第一个出姿之类 然后呢 风来了 它开始弯了 开始弯了 开始弯了 这边也一样 那风吹的时候竹竿它不会有一顶点弯吗 竹竿一截一截的它不会本来是画纸 竹竿本身会有一顶弯 会啦 其实你以这个作支点 你以这个作支点 然后这样一画的时候像一个圆灰一样 很顺 好 那这边呢 你这个要学问啦 这边就是要注意啦 先开始的时候它是出来的 这样出来的 然后它就到这边来了 弯到那边去了 来 这边也玩过去了 来 这边 好 这边 这边 这边也一样 这个是最末端啦 最末端只一吐出去 好 现在呢 这个出枝也都出好了 这个架构已经完成啦 然后我们就来画叶子 好 那现在要考虑到叶子了 它这个叶子啊 因为风来的关系 它竹叶又大片 又惨 所以风来的时候 它 它这个叶子会飘 会飘的时候呢 就会两片叶子会交叉 两片叶子会交叉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示范一下哈 两片叶子呢 一片 两片叶子会交叉 这个叶子没有嘛 没有枝条没有关系啊 等一下再把它连起来就好了 甚至于把它连到这边来都可以 叶子交叉 好 这边也一样 再来 有时候一边细一边粗 那还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粗叶啊 可能因为风太大 它掉了 会啊 会掉哦 会掉 会飘出去啊 这样子 好 那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再继续画了 这个风阻就好画了 很好画 你看 这样子 诶 有些粗 有些细 有些也是会一样粗 也没有关系 好 反正有变化 阿球变化 不是说每一片都交叉不必 有时候没有 好 这样就是一个很活的一个风阻 风阻 它的样子是这样子 风阻 那这个是已经飘出去的 不粘在枝头上面的叶子 就很活了 这简单 今天就练习这个 老师 老师画得很简单 很简单 简单 这是自己画得很困難 都飘出去 都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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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名字 盖个章 就是啊 就是啊 好